雪州百年新都庙骚乱事件持续延烧 从星期一凌晨开始 连续两个晚上当地都发生暴力事件 导致多人受伤 汽车被烧毁 发展商的办公楼也被破坏 事情来到第三天 警方昨天晚上就封锁了新都庙前方的主要路段 也导致当地大堵车 不过还是有一群身穿黑衣的民众 在新都庙附近示威 激昂的口号声 大约80名黑衣人昨天晚上 成群结队到新都庙附近进行示威 还向警方出示身份证表示友好 才刚封路就迎来了这群示威者 警方当然马上阻止他们继续往前进 但是示威者却告诉警方 他们不是来闹事的 只是来向其他人示范什么叫和平示威 也警告其他人不要践踏马来人的地位 这些示威者在警方的驱赶之下 最后还是散去了 但是经过前两晚的教训 警方这一次是严正以待 一直到凌晨时分 依然驻守在现场维持秩序 针对新都庙骚乱事件延烧的课题 全国总警长福兹今天早上 在记者会表示 他们将会提高骚乱现场的监控设施 而五级安曼警察总部 也会设立特别小组 来协助雪州警方调查这起案件 随着这一支特别小组成立 福兹也表示 接下来将会有更多人被逮捕 以协助调查 让这些案件尽早落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